今天两位大主厨要上菜了 由我们梁老师带来的 青州雨过 万从山 你看一看 好有意境坐船 对上我们洪师傅的 碧绿仙虾葱 很有气势 好 这两道菜呢 大家好不好 仔细瞧瞧 稳稳 一 二 三 请选择 康老师变心了呢 变心了啊 好的 史老师也变心了呢 我要变心 为什么 好 没关系 尽管变没关系 共沽了啊 我们必要什么用啊 有请时间出题 我们都吃过水饺 有 但这个为什么叫水饺 它原名叫娇儿 叫个娇儿 很有意思啊 它的由来是什么 第一个是名医 有一个很有名的医生 她在镇灾所创造的 第二是杨贵妃美容 她为了爱美 她有一些东西包进去吃 这杨贵妃美容是创造的 第三是诸葛亮出征的时候呢 为了方便吃 方便携带 诸葛亮做的 第四呢 是孔夫子办祭典 因为孔子办这个祭祀啊 是非常尊重的 他要做一些好吃的东西 祭祀的东西 这在我们在诗单里面 常常都看得到 那水饺到底是 选一的 来 请站这边 两位 好 选一了啊 我觉得是名医 好 第二是杨贵妃 一 哎呀 美女就像杨贵妃了 还有点像杨贵妃了 好 第三是诸葛亮出征的时候 第三 第四是孔子 两位 那究竟水饺 究竟是谁 焦耳是什么呢 一 啊 啊 终于有多一吃了 好 漂亮啊 这个呢 是以前呢 他在这个北方 有个非常有名的医生 他返乡了以后 已经过喇叭以后啊 他叫回乡 回乡他沿途看了非常多啊 很冷 很多乞丐 那下雪了以后 冰天冻地 你看人寿冷了以后 最容易冻伤的是哪里 耳朵跟脚趾头 对 所以很多耳朵甚至于都掉了 他就炖一锅羊肉 先想说给他喝羊肉汤 可是怕羊肉汤吃不饱 他面呢煮进去 大家不好捞 他干脆的就叫他的厨房啊 改了面皮 把这些药材啦 剁碎了以后 还有羊肉啊 包到这个饺子里面 还像一个耳朵的样子 在给你们吃了胶耳以后啊 耳朵焦焦的也会长出来了 所以原来是跟第一个 医生正在 好了 所以你们答对了 谢谢 水饺原名胶耳的由来就是 由名医师正在的时候 所创作的啊 观众朋友如果你答对的话 很有机会获得我们的 都市环保时尚便当组哦 好 恭喜恭喜 要不要拍照 来来来两位 对 干贝 他可以分开吃吧 各有各的味儿 先吃干贝 来 看看干贝够不够 还加白果 如何 够嫩吗 要讲话啊 好鲜 干贝啊 所以它是蛮贵的一个食材 很贵的食材 但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直接放到水里面 直接去蒸 不能用煮的 用蒸的 要沾点这个酱汁 吃吃看这个菠菜 我怎么还一直全部吃完 你不好意思吗 它有没有一点清爽的感觉 完全没有泼菜那种蔬菜味 色味对不对 对对对 苦色味不错 对对对 芥菜帮我们吃一下 芥菜我帮你分好了 这个芥菜 那你多干脆 有两个师服务真好 真的 这个时候才应该拍照 来 来来来 这种是平常服务要加服务费的 对 我们看人家吃东西 你做菜的人会非常的开心 对 所以我在这里告诉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就你爸爸妈妈或者女朋友或者男朋友 做得再不好吃 你要说好好吃 他就很开心 是的 在背后再吞颗震怒完之后 好了 你们吃了这个 我就要来试试看这虾松了 好 要不要拍照 来啊 掉水了 好的 好脆 那虾有腌过好棒哦 而且我觉得建议说以后的那个餐厅 虾真的可以切大块链 这样咬起来好有嚼劲 而且它那个山药刚刚好 不会太老 就是不会太过熟 然后再加上 其实我现在一直吃到的是芥菜的那个口感 芥菜其实一般吃起来还是会有个味道 可是它包在里面 可能是被虾带过吃不出来 今天我们的食材就是菠菜以及芥菜 我还没想到虾松也可以这样做 对不对 老师 这菠菜非常的赞 谢谢两位大师 谢谢 凰老师 谢谢洪老师 谢谢各位 周一到周二晚上10点到10点 记得准时收看我们的景气 到我家看了就 景气了 谢谢